你的言語 在我上台 何等今晚 在我口中 秘密更淺 在我口中 我們今日讀的經文 是你未記第二十章 頭一部份的經文 一部份的經文提醒我們 要在宗教和道德生活上 注意我們生活的聖結 其實部份的內容和前面的文字 前面的章數有些重複 不過今次記載的重點有所不同 因為今次記載的重點 是強調當你犯這些規則的時候 所得到的刑罰 因為神要提醒我們 這些後果非常嚴重 所以當我們讀經文以先 讓我們同生低頭祈禱 天本我們多謝你 因為我們從經文體見 你其實是一位公義嚴謹的上帝 你對我們生命裡有要求 當你見到生命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實在覺得 其實原來你是很看重我們 你不容養我們隨時的生活 因為你愛我們 你對我們的生命有所期望 所以求你讓我們 看見這些嚴厲的經文背後 你對我們的生意 和你對我們的愛 讓我們帶著喜樂 帶著謹慎 去繼續過我們的生活 我們祈禱奉 用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門 尼未記 我亦要向那人辨念 把他從百姓中剪除 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 玷污了我的聖所 洩毒了我的聖名 那人把兒女獻給摩洛 本地的百姓 若假裝沒漢見 不把他處死 我就要向這人和他的家人辨念 把他和所有跟隨他與摩洛行淫的人 都從百姓中剪除 人若轉向招魂的 和幸無術的 隨從他們行淫 我就要向這人辨念 把他從百姓中剪除 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為聖 要成為聖 因為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上帝 你們要謹守我的律例 遵行他們 我是使你們分別為聖的耶和華 犯咒罵父母的 必被處死 他咒罵了父母 他的血要歸在他身上 犯與有夫之父行奸淫 就是與倫舍的妻子行奸淫的 姦夫淫婦必被處死 人若與繼母同寢 就是露了父親的下體 以人必被處死 血要歸在他們身上 人若與息虎同寢 人若與息虎同寢 以人必被處死 他們行了亂倫的事 血要歸在他們身上 男人若跟男人同寢 像跟女人同寢 他們以人行了可憎戶的事 必被處死 血要歸在他們身上 人若娶妻 又娶妻子的母親 這是邪惡的事 要把這三人用火焚燒 在你們中間 娶去這邪惡 人若與獸交合 必被處死 你們也要殺死那仇 女人若與獸親近 與他交合 你要把那女人和獸殺死 他們必被處死 血要歸在他們身上 你還未記得二十章 其實是牽涉到以色列人 不能在拜偶像 和在性的事情上 得罪野和患 這些條例其實在之前 好像都提過 不過這張經文 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些罪 會引致很嚴重的後果 主要就是死亡 或者要從整個群體裏 被趕著出去 所以這個是聖經裏 提醒我們的 特別拜摩洛這件罪 在當時來講 是指導不要拜 下門人的神摩洛 但其實摩洛這個名 也有時候是犯子到 加囊地所有的神 聖經裏提醒他 不要將你的後裔給摩洛 其實後裔這個字是種子 所以有些人認為 他意思就是說 不可以在拜偶像的行為上面 有性的行為 以至將那些後裔 精役、精子留給那些外邦神 所以他在道德和宗教這兩方面的罪 在這裡成為了一體 有時候既是道德的罪 亦都是宗教的罪 從經文可見 古代的宗教 他的敬拜和他們的道德生活 是不可以分開的 因為他們的生活 正正反映了他們所信的神 是一個怎樣的神 當你敬拜那些神的時候 你照著那個神 那種的聖情 他們所喜悅的方法去敬拜他 所以當我們讀到經文的時候 就發現他描述到一些很可怕的罪惡 譬如說 和聖戀與野獸融合 家庭裏面的亂倫關係 對我來說是一些不能夠接受的 不過聖經卻是說 那個正正是當日 家南人在土地上經常發生的事情 是因為他們敬拜那些家南地的神 對神的知聞來說 我們是要很小心 避免控在那些可怕罪惡的當中 因為這個世界那些可怕的罪 很可能他們已經是集而為常 在今日所讀的經文裡面 神要求以色列人做很多事 確保他們在神面前潔淨 特別在第七節就這樣說 你們要自己成為聖結 因為我是那個叫你們成為聖結的神 所以我們看到聖聖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那個人要自己成為聖結 即是說需要人自己的努力 但同時也有神使得去成為聖結 即是說這是神的要求 甚至是神加以力量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 你沒有辦法成為聖結 因為你自己都不小心 對自己都沒有要求 但如果你只是靠自己 你是不是一定可以 我想有時候我們時常都經驗到 努力在神面前去做好 但都不能夠成功這樣的經驗 不過神說 我是那個叫你成為聖結的 所以不單止自己努力 同時我們靠主 求主加我們有力量 以至我們跟神說 神我已經盡力了 其他的事情我交託給你 求你幫助我們 我們願意用這樣的生活態度 在今天裏面去活著 以至能夠達到上帝的要求 我們從這段經文裏面見到 這段經文所強調乃是罪的後果 即是說如果犯罪的時候 神是會非常嚴厲地去處理這些罪的問題 聖經正正是要提醒我們 犯罪是會有結果的 有時候很多教徒會想 如果我做錯事 我得罪神 我在神的面前認罪 神赦免我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 我們有時候看罪 和罪得赦免 看得太輕易 看得太平凡 但其實聖經有時候會告訴我們 神真的幾時都會予以赦免你的罪 不過罪是會有結果的 如果罪不被處理 罪就會延續 而且會影響其他人 所以我們要小心 神會捨免你的罪 不過犯罪的人 有時候神會處理他 會責罰他 會操練他 所以我們在神面前要小心 不要輕易犯罪 也不要輕易濫用神捨免的恩典 在這些經文的描述裡面 罪固然會得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 不過其實那裡會說 是以色列人要自己去處理罪的問題 當然他們是照著神的吩咐 但是裡面也有一個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有人犯罪 你要很嚴格的 照上帝的意思去處理它 有時候是在教會當中 我們常常把恩典和公義混亂 甚至我們有時候分辨不到 有時候太多恩典使得真理不彰顯 看不到公義 有時候太多公義 被人覺得好像沒有聯盟 有時候在這種情況上 我們真的要照著神給我們的智慧 很小心地去處理 如果有罪不乏 罪就會彰顯 罪就會蔓延 罪就會蔓延 影響整個群體 所以神叫我們聖結生活 不單止是個別的 而且是整個群體的 今集背眾的金句是 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為聖 要成為聖 因為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上帝 尼未記二十章七節 有時候會被忍住 你不然不再走 走 你不再走 我會不會走